纵索出事,锁链是MC当中非常不科学的物品之一 它除了长得像锁链以外,没有具备任何锁链的属性 与其说它是锁链,还不如说它是一根坚硬的铁棒子 正常来说,锁链是可以直接捆绑在栅栏上面的 但是我的世界上的锁链,它就是一个横着摆树着板都可以摆放的铁棒子 小马还可以直接踩着它跳出来,这个小马是会轻功吗 就像村庄当中这样的一个火把路灯啊 我们的锁链围绕这个火把路灯的栅栏,只能沿着X轴或者Y轴的方向摆放 不能斜着摆放,锁链按常理来说是可以斜着摆放的 而且呢,就像是两个火把路灯当中的锁链,居然不能融并在一起 中间还会留着非常明显的空气,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然后呢,我们就解决了这一世纪难题,我们的锁链终于可以斜着摆放了 而且呢,还可以从上连接到下面,中间毫无任何缝气 我的世界上的锁链终于变得科学了 嘿,小周经热爱生活,它叫我是梦兄,欢迎来梦兄的创意学堂 那本下创意学堂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灵活锁链 打破了我们MC当中那种死板锁链的规矩啊 有了这样灵活的锁链啊,我们就可以来把铁匠铺的这个大门给封锁起来 直接用锁链连接,这样我们的村民呢,就无法正常营业了 然后这个水井啊,为了节约地球的水资源 我们决定把水井直接封锁起来,这样村民就无法正常的喝水了 锁完以后就这个样子,哎,看起来舒服多了 节约地球水资源从村民做起好吧 有了锁链以后呢,我们也得提升一下村庄的档次了 就像是这样普通的一个栅栏做成的猪圈 我们就可以用锁链来节约它非常多的一个栅栏的材料 只需要用到四个栅栏,再连接四根锁链 这样子呢,一个小新的一个猪圈场不就做完了吗 然后下一步就是整体升级村庄档次啊 平时村庄直接这样裸露在外面呢,很容易招僵尸的吸引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栅栏加锁链 直接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围墙出来 哇,感觉锁链出围墙档次就是不同哎 然后全部用锁链困好以后,任何生物都变成进去了 哎,好吧,这个小猫是它太矮了,它可以钻过去 但是僵尸呢,它一定是过不去的 这样子看起来村庄有安全感多了 这样的锁链呢,不仅仅是可以用到村庄的一个保卫上面 我们也可以来做出锁链桥 但是普通的锁链在做锁链桥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搭建出这样的一个非常简陋的设施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打破逻辑般的MC锁链直接给它套上以后 这样子看起来整个锁链桥的档次大幅度提升了 这样子看起来就真正有那种锁链桥的味道了 好的,那本新兵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啊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新奇的锁链是不是感觉非常有意思呢 那我待会呢,也会把这个锁链的模组给发出来 那走不去,千万别忘了点个赞哦 点赞,炒鼓劲,立马更新下一期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bye